看看元朝的皇帝 蒙古的大汉是怎么来处置我 温天祥这里刚刚收起死的意愿 那么另外一批人在击望温天祥死去 什么人呢 温天祥的一群部下 几个朋友 为首的人叫王延武 温天祥第一次起兵的时候 他就投军 并且劝说温天祥 变卖家产 你去做军费 温天祥听从来他的意见 但是当温天祥得知这个王延武 父亲死了还没有来得及下葬 而母亲又重病的时候 温天祥不让他到军队了 让他回去 回去干什么 你去尽孝 抗援也不在于你一个人 我们带你抗援 我们带你尽忠 你回家尽孝去 那么因此王延武就回到了家乡 一直在牵挂温天祥 等得到温天祥被俘的消息以后 王延武和他的朋友们极其的担忧 他们不是担忧温天祥被杀 他们相信温天祥一定事实如归 他们担心的是什么呢 担心是温天祥被俘以后 会备受灵魂 会丧失尊严 担心温天祥 在援军在蒙古人的言情之下 他可能想求生 可能会变结 他们担心的是这个 如果这样一来 不但是温天祥尊严全上 不但温天祥一世英明没有 而且 由温天祥赖以维系的民族机梁 也将被打碎 由温天祥延续的一线正气 也将被中断 所以他们希望温天祥死去 怎么让他死 亏他们想得错 这位叫王延武帝 写了一篇奇文 这篇奇文的名称叫 生记温丞相 温丞相没有死 我们知道 但是我们活着要记他 于是在这篇文章里头 这篇记文里头 这个王延武 分析了温天祥 种种应该死去的理由 排斥了温天祥 种种可以活下来的道理 一句话 让温天祥述死 叫述丞相之死 而且把这个记文 抄写几十份 贴在温天祥 由赣州到南昌 一路上 可能靠岸的码头 以及码头附近的 四月的山墙 商店的墙壁都贴上 希望温天祥看到 看了以后温天祥自杀 由于援军守卫的严密 也许温天祥看到了 也许没有看到 那么一路上 温天祥没有死 就到了大都 到大都以后 接受了更严峻的考验 一共监禁了三年 劝祥不断 到了四道沧桑 已经过去将近八百年了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 关押温天祥的这座监狱的旧址 还存在 在哪里 在我们现在北京 辅学辅同 但是名字已经不是监狱了 叫做文臣相寺 变成积约温天祥的一个地方 那么这个时候 温天祥一边被监禁 另外一面 元祥祖伏辟列 也就是蒙古大汉 兼中国皇帝的伏辟列 正在和他的大臣们 讨论一个问题 讨论什么问题 讨论汉人 契丹人 女真人 在伏辟列的眼光里头 在蒙古人的眼光里头 他们都是汉人 都是男人 那么这些人里头 人才有哪些 所以根据宋史的记载 元史的记载 那么 伏辟列问了这么一句话 男宰相 苏贤 男方的宰相里头 男人的宰相里头 谁 是 最贤的 谁 是最有本事的 结果 人们回答他 北人 无如耶律 其男人 无如文天祥 这个耶律 叫耶律楚才 这一位 是七代人 那么耶律楚才 在元太祖 陈吉思汗 在元太宗 渥国台 以及元世祖 伏辟列手上 都做出了 极其重要的贡献 大家把文天祥 和耶律楚才 并称 实际上是提醒 伏辟列主义 你对耶律楚才 是有印象的 那么文天祥 是完全可以和 耶律楚才 并肩的 这样一来 伏辟列就更认为 文天祥是个人才了 于是亲自召见 亲自劝祥 文天祥来到大殿 朝着伏辟列 长衣不败 作作衣 拱拱手 但是不败 什么意思 我是南朝的宰相 您 是蒙古和大元的皇帝 我们两国之间 他还这种讲句 但是 应该说伏辟列 也是伟大的人 他没有怪罪 不但没有怪罪 反而肃难起敬 然后让人告诉文天祥 如果你归顺我大元 而且归顺 是名正言顺的 你们的太后 你们的皇帝 都归顺了 而且 土天之下 你可以看一看 哪里不是我们蒙古人的天下 除了被海所割 蒙古军队几乎所向无敌 但是文天祥 自死不想 那么文天祥 为什么不想 他有他的道理 后来他告诉人们 是这个原因 孔曰成人 梦云奇异 所谓成人奇异 就这样来的 为其易尽 所以伦字 读圣贤书 所学何事 而今而后 书己无愧 我对得起我的天地良心 什么叫做英雄 习英雄 福比列 赞叹的是 文天祥的这股正气 那么英雄 习英雄 不是强迫对方 接受自己的意愿 而是尊重 别人的选择 所以 福比列 尊重了文天祥 自己的选择 没有再逼祥 而是 让他保留着自己的这个正气 公元1283年的1月9日 这是说功力 文天祥被绑复刑场 当时的财士来动刑 处死 一路上官者如潮 大家都想看一看 来自于南宋的状元宰相 他是一种什么样的气度 他是怎么样一种国家形象 应该说 元朝的奸展官 也是佩服英雄的 一路上告诉民众 怎么告诉你啊 文丞相南朝的宗宠 他是宗宠 皇帝使为宰相不可 我们的皇帝请他为宰相 都没有办法劝负他 故谁起愿 辞之一死 这是根据他的意愿 非他人可比 同时 他还为文天祥 陈相 今有圣言语 回咒 尚可免死 现在 你还可以不死 文丞相说了一句话 非常淡的一句话 一句什么话 死则死而 上何言 死就死吧 还有什么话说 没有什么话说的 然后又问世人 问边上的人 哪边是南方 然后跪对着南方 跪败就是 应该说来得非常坎南 他走的也非常冲朗 那么文丞相去世了 他为我们留下来的这一线正气 保留的民族积粮 一直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说到这里 还想提醒一个人 这个人的名字叫王烟武 他曾经写过三纪文丞相 那么这个时候 王烟武到哪里去了 王烟武听说文天祥就义 极其的悲痛 重新写了一篇记文 记到死去的文天祥 在这里头有十六个字 名相烈士 何为一传 三千年间 人不两见 今天这一讲 我们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